大家好呀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阿...Chris 今天想說一下之前踩大Line的小小個人感想 這次的大Line我就是踩單車徑 然後下馬路再踩單車徑 由大埔踩過去上水 這段單車徑一開始就踩過去 其實都是正正上上 很順暢 不過中間有時就需要等少少的紅綠燈 這輛車很響 入到粉嶺之後 段路就開始有點難 很正常地踩過去上水 不過入到粉嶺其實我是 中間有一個位置我停了 看一看地圖 不是很記得路 不過都只是看了十幾秒 那就沒什麼問題繼續出發了 最後就很順利去到青山公路 然後完青山公路踩過去元朗 踩過去其實整段路都是非常順暢 中途都是沒有什麼紅綠燈 但是入到元朗之後就開始很多紅綠燈 直到屯門整段路都是很多紅綠燈 還有某些位置側邊是很爛的 地是全裂開了 有時會有一些大洞在 經過那一段都需要留心一點 一個不小心卡在列紋上 又或者是一些攀動 炒車就不好了 有些洞不是小小的 都挺大的 洞是大過拳頭 然後入到屯門之後的紅綠燈位 就開始越來越少了 直到黃金海岸 然後由黃金海岸就踩過去深井那邊 之後這段路是很漂亮的 完全是很平滑很平整 少了很多那些列紋 元朗看到那些省動都沒有 不過每隔一段就會有一些回旋處 所以不可以說衝得太快 一看到回旋處就要收回慢一點 聽人說深井附近那一段的青山公路 那幾個回旋處的位置 有發生過一些單車和別人的車的交通意外 所以轉過去都要小心一點 去到荃灣我想有很多不同的踩法 那我的踩法就是踩上去荔景那裡 踩過去荔景就需要上山的 說明荔景山路 它那條路是這樣叫的 那就踩上山了 但是它那條路就不會說很斜的 一比十都沒有 那就慢慢踩上去都算是OK的 除非說 嘩好大很多腳仔聲 除非說是不擅長上斜 就可能會辛苦一點 然後踩下踩下又會到長沙環 那由荃灣我踩到長沙環整體的路段 都算是漂亮的 那有時都需要等下紅綠燈 但是就沒有元朗那裡那麼誇張的 元朗那裡真的比較多燈位 去到長沙環之後 我就選擇是入小路這樣踩過去深水埗 那正正常常條路都是OK的 沒有什麼問題 就很順利 中間又是有些紅綠燈 踩到去深水埗 好上大埔道之前就準備了 進行了一個補給 最後大埔道也不多說了 因為之前也拍過影片 介紹大埔道 不過大埔道對於大嵐泥港的 差不多最後 都有少少辛苦 少少 都不會說真的辛苦得太誇張 慢慢磨上去都可以磨到的 最後就是下來這條的套路港單車徑 這樣踩回去大埔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因為我是凌晨踩的關係 周圍都沒有什麼車的 眼周就應該是會多些車 凌晨踩就少車很多 比較少有那些單車和一輛大車 搶路的情況就會比較少 比起那些車呢 我是比較集中留意地下 有沒有那些省動 列紋 還有有沒有轉錯 有沒有轉錯位 有些路口 整體來說 是有平路有上斜 亦都有下斜的 那它上斜的其實都不少 尤其是是去到後期 雖然它那些斜路就不是說 不是說超級斜的 微微地上斜 去到大埔道才會斜多一點 前期那些都不會太斜的 那我這條的大爛路線 給我評價的話 我會評價多少升呢 就是五顆星的 五顆星的原因是因為 有上斜的有平路 也都有下斜的 對啦 肯定弄過來 那位師兄 雖然知道有水 他很討厭 那五顆星呢 是包含了很多東西 例如說是 一些單車徑 馬路上面的知識 以及一些經驗 還有就是 體力 體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踩得累的話 其實可以中途停低 休息一休息 那今天的小小感想 就來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又下條片再見啦 下條片再見啦